舞台2023王家尔担任舞台创意总监,而周深则担任了声乐老师,为选手们在唱歌提供指导和帮助。天哪,看玩家更版周深指导唱歌的一集,更爱他了。 尊重选手,没有架子,只给建议不强行要求。虽然身份是导师,但周深从头至尾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感觉,耐心听每位选手的演唱,听出问题,笑脸给建议,但是否采纳完全取决于选手本人。 周深把自己比作学长,说自己的阅历还没有那么多,只是跟学弟学妹一起交流和碰撞,帮助到他们的同时,自己也成长了,非常棒的体验,对他们是满满的爱护,而不是摆资格,无理要求选手必须按照自己来,更不会与其生硬态度蛮横。 要知道,十个舞台二十个歌手演唱,周深一直待在彩排棚里,工作强度有多大,甚至给选手开小灶,在练歌坊里加班指导,这样善良耐心又情绪稳定的周深,怎么能让人不爱呢?他也才仅仅三十一岁啊。 专专,让选手充分信任,实实在在帮助到了他们。周深真的很专业而且聪明,不仅能准确抓住每位选手身上的问题,还能非常高效地给出改进意见,但凡听取的,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蔡维泽和李佩玲选的《孤勇者》,两个人在演唱上都有很大的问题,坐在台下的周深很头大,说实话,让他们两个做改变很难,毕竟都是很成熟的歌手了。 李佩玲唱功很强,但似乎对《孤勇者》这首歌的理解有问题,甚至完全不知道这首歌在唱什么,所以在副歌的时候有点偏提。 周深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跟佩玲交流了这首歌要表达的内核,还为她嫁了一段非常出彩的吟唱。 佩玲也很聪慧,一下就get到了,在唱的时候明显好了很多。 蔡维泽一贯的演唱方式其实很不适合这首歌,所以她第一次站在彩排舞台上的时候,台下的幕后人员都惊呆了,包括周深,整个听下来就是全程走音,耳朵感觉非常不舒服。 一个如此有个性的音乐人,在唱法上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对于蔡维泽来说是需要对周深有充分信任,并且能对周深的指导感同身受。 很庆幸,蔡维泽完全听进去了,经过周深指导的蔡维泽,在唱《孤勇者》完全脱胎换骨,现场所有的幕后人员都鼓掌祝贺,称赞。 在采访的时候周深居然还说要对蔡维泽说谢谢,愿意在这么一个有挑战性的舞台上接受自己的意见。 咱就是说,要不要这么谦虚啊。 周海豚唱法大调整,王OK发声技巧调整,玉子音乐剧转流行乐唱法调整,太多太多了。 周深的指导都非常一针间歇,而且经过调整后的效果明显更好了。 周深用自己所学尽力帮助每一位选手,还一直保持微笑和nice,谁能不粉呢? 不得不说,国家队唱将《大魔王》周深简直太优秀了,每天都能为我们带来不同程度的惊喜。 一个又一个的舞台高光和出全名场面,承包了全网歌迷,暑假以来的所有欢乐。 相信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自打舞台2023开播后,每周都会准时点看正片节目。 在周深的加持之下,不论是节目利益,还是导师真人秀,都充满了看点。 光是一公舞台就为节目贡献了多个话题热搜,就在深深感谢你北京九周年演唱会完美落下帷幕之后。 腾讯趁热打铁,除了更新最新一期节目外,还特意邀请周深,录制了一期飘流瓶专访节目。 不得不说,现在的视频平台都太会起名字了,之前分别有迷妹专访主创很淘气湖长大,拷问人民门鱼库的追踪叫个新朋友等等。 只要网友能说得出来的访问,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周深的身影,可见劳魔深深有多受宠了。 而这次的飘流瓶出自腾讯娱乐,自然会围绕舞台2023一次展开话题,只见周深毫无偶像包袱,造型正是一公舞台穿的那件经典款白色T恤。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录制完正片节目后,周深又接受了导演组的采访,做得永远都比说得多,敬业程度可见一般。 节目组还非常讨喜,在周深代表作中,召注了两首金曲,一首是大鱼是一首是上交国家的曲目灯火里的中国随后画面一转,再次把周深在节目中的首秀人士片段放了出来。 截止到目前为止,该曲目依然霸榜于各大音乐平台,而且还让更多人喜欢上了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系列。 主要还是因为周深的教科书是唱功,后劲太大了,每次都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于其他访问,腾讯这回换了一个套路,一上来就递给周深一本答案之书没等导演开始提问,自己就问了一句你觉得周深唱歌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如果让我来回答的话, 会说被天使吻过的嗓子,这个时代不能没有你,搞笑的是答案之书给出的答案却是你会后悔的再看周深在线经典表情包,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由此可见,所谓是答案之书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压根就不靠谱,紧接着让周深现场许愿,简单思考过后,只眼我立的flag能不能立住,专辑今年一定发出来。 此话一出,莫过一秒,周深就改口,变成了发出来的专辑大家喜不喜欢事实上,早在腾讯音乐娱乐盛典采访中,周深就曾提到过新专辑的消息,走心发言让歌迷不要着急,承诺今年一定会推出全新二专再次聊起这个话题,只能说明周深太充分了,始终都在为歌迷着想。 作为万千人心目中的偶像,周深本人同样特别期待二专的到来,在另一个访问中明确表示,光是一首歌的demo就唱了不下上百遍,甚至有些不计成本,为了不辜负歌迷的期望,投入再多资金也心甘情愿。 简单一句话,不知道吊打了多个歌迷的胃口,也就是说,最终呈现出来的二专新歌,要远比我们想象中的高能。 问题三,自己能否继续在舞台上享受唱歌?答案之书终于靠谱了一回,给出了继续俩字。 问题四,以后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惊喜?答案先做重要的事情,没想到周深把答案之书当成了歌迷,觉得他也在催自己的新专辑。 问题四,Flag今年一定要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分开前,节目组还卖了关子。 对于周深的歌迷而言,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深不要因为专辑的事情让自己变得太累。 接下来的访问环节,节目组问的几乎都是舞台2023录制期间的一些问题。 周深可谓尽显绅士风度,明明是自己的专访,就把高光时刻都给了另一位导师陈佳话。 直呼他跟平凡者没有任何关系,只要自己遇到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求助陈佳话,看得出二人的私交很好,不然的话,周深也不会将其称之为统治者了。 明确表示,他就是我们心中的心灵按摩师看到一公被淘汰的选手后,还总结出了一份经验,觉得人事需要刺激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有了压力,才能有动力。 换句话说,如果舞台2023没有淘汰赛制的话,参赛歌手的舞台只会一期比一期拉垮,只有给到一定的压力,才能把他们身上的潜力和闪光点全都激发出来。 在周深眼中,共有三种选手可以让他深深记住,一,vocal方面非常抓人,二,舞蹈有魅力,三,独特的特征和讨喜的性格。 对此,多少观众都说,参赛选手都应该刷一遍周深的访问,其实不然,只要在舞台上稳定发挥,把想表达的东西都呈现出来,势必能拿到周深的高分。 要知道,周深并不是一个苛刻的导师,哪怕舞台翻车,他都会给予选手一定程度上的鼓励。 录完两期节目,周深最担心的选手是吴瑶涛,因为创作型歌手需要一定的灵感。 而节目舞台时间紧迫,没有太多时间让他寻找灵感。 如果从周深的角度来看,该节目的赛制确实对吴瑶涛很不利,特别希望吴瑶涛可以保护好自己。 看得出周深的真的很宠爱这个小镇少年,能够斩获导师周深的点名表扬,对于吴瑶涛来说,才是参加这档节目最大的收获。 话说到这儿,在漂流瓶专访节目中,可以看到周深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时刻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值得我们所有人反复二刷。 怎么说呢?因为这些人是故意的。 我虽然不是周深的粉丝,但是我很喜欢听周深唱歌。 因为我觉得周深的声线特别干净,声音也非常好听。 而且我觉得周深是一个非常开朗也很可爱的人。 我实在是找不出他身上有什么黑点。 但是总有一些人看他太红了,希望他不要超过自己的名气,于是就往他身上泼脏水。 伤亡只是为了好玩。 看新闻,追一部好剧,听一首好歌,关注你喜欢的明星,享受这一刻。 但有时候,也有一些事情会让人生气。 有网友表示,我喜欢周深很久了。 青春、少年、大学、工作、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他始终用他的歌声陪伴着我。 他唱歌好听,性格也好,经常和粉丝互动,给粉丝鼓励。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诽谤周深的长文。 我心里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有理会。 然而,几天后,我又看到了另一篇类似内容的文章。 我看了一下博主的主页,和上一篇博主是同一个博主,我很生气。 显然,这是一个职业黑粉。 可见周深的铁杆粉丝有很多。 这些粉丝的语言都是温和的,没有过多的言语,好言好语,劝说黑粉。 然而没想到的是,黑粉竟然把周深的粉丝当成言语攻击的对象,辱骂他人。 好在粉丝表现得很理性,表现出了理性和善良。 作为华语乐坛的门面担当,但魔王周深每天都能为喜爱他的歌迷解锁不同的惊喜,就拿腾讯视频的舞台2023来举例。 在他的加持之下,口碑热度双丰收,打开评论不难发现,超过80%以上的观众和路人,都是冲到十周深才点开的该节目。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周深,仅凭节目自身力量的话,很难在短时间出拳,而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不负众望,并不像其他阴宗的导师一样。 为创造节目效果,对新人的舞台吹毛球资反而还给予了他们一定的鼓励,每位学员表演们,都会走心点评一番。 众多学员当中,周深最欣赏的是19岁少女张玉子和小镇少年吴瑶涛,接受采访时,多次点名表扬了他们二人。 走心举动,令人不禁会想起之前在天赐的声音三中的名场面,时刻都不忘提拔新人,只希望他们可以获得外界的更多关注。 时刻都在散发着偶像光芒,树立榜样力量,为了满足万千歌迷的心愿,还在百忙之中,特意抽出时间,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深深感谢你演唱会,从周深官宣的那一刻起,热度就一路狂飙,有网友还特意统计了一下, 演唱门票上线后秒收清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周深的实力就在那摆着呢。